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死了 先检验 质死原因 为重 死亡条件是 死者需要两个加一块儿凑在一起才可以 这个作案过程其实是随机性分析的 经过程庄上的送场问学 可知死亡先议人需不够托把死的名刑 我看见有人的狗 周六晚上 甚至是一块儿网址 还有一个加把钥匙 就到众人在座位的案发现场时 却遇到奇异现象 他开始是个人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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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在这儿 啊 啊 啊 说的啥呀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哎哎哎哎哎哎 那还有一个 哇 那有两 在哪儿 我就看到一个呀 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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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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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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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 啊 一会儿小梁会过来啊 就再切脸开大了呀一会儿 哎呀我的天哪 哎哎哎谁摸我 谁摸我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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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摸我 我我 不是你 谁啊 有人摸我脸 没摸脸 真的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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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咋了 给我挨住他 谁 这个 挨住他 挨住他 挨住我 别挨我 别挨我 挨他 什么东西啊 你们在抓什么东西 抓什么 怎么会这样的情节 他咬我 大刀包 大波浪 大光头 大光头 大波浪 大红球 大雾子 你在哪 大眼睛 你在哪 大眼睛 哦 哦开了开了开了 一片狼藉 有意思有意思 不是我们谁听清楚刚刚讲啥了 大眼睛小光头 还有那些什么盲火街 那个烛火夜 黑灯的时候出来的那几个人是谁啊 我们一个月来啊 嗯 首先呢 先打开我们王宝杰的小车 先看这个吧 选王终结者计划 这是托尼写给托马斯的 托马斯的 托马斯 托马斯 这个本子送给你 下面这个题的答案就是我欠你的钱数 我还把它设置成了公文包密码了 好 下面有一道题啊 是是那个的包的密码 嗯 这谁的包这是 上面有锁哎 谁算数题好赶紧记得点啊 好 盲火街有六百人 四百二十人会游泳 四百六十人会骑车 五百人会溜冰 五百五十个人会打羽毛球 至少有多少人四项都会 这是个算数题 对 那就是最少的那个呀 会游泳的那个数量吗 四二零那你试一下吧 我觉得就最少的呀 我觉得就最少的呀 二 零 不对 不对哈 想想啊 至少有多少人是四项 四项全会 四项全会 六百人对不对 我找了个笔 可以拿这个算吗 ok 哈哈 咱要不来坐下算算 你挺会安排 看你们站在那儿 你又要站要蹲呢 我回来 来啊快 算数学啊 我在思考 小杀手 来数学 上一期的数学达人来 你是数学达人啊 试一试我这数字对不对 什么数字 你这数字多少 你这数字多少 一百五二百九 三百四百七 六百减掉四百七 一百三 一三零 试试 一三零 一三零打开了 一三零打开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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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这是什么事啊 你做一杯你的解题方式 你看六百 是不是六百是总数吗 对 五百五十个会 那就说明有五十个不会 对减去五十个 减去一百个不会滑冰的 减去一百四十个 不会骑车这是 六百 减去一百八十个 不会游泳的 六百 减去这一个整数 等于一百三 对 就对了 就对了啊 这是吧不会的都减去 是是是是 就就就对了 好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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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拿过去 他不再给我们摆好椅子了吗 我们上那边去 走 通报里是啥 这个 听到 据了解本公司的 四四四四号船 进入无可奈何之后 于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十点遭遇风暴彻底失联 船体及全员下落不明 粉丝将尽快公布 所有失踪者的名单 可以忙活 四四四号船 你的船吗 是你的船吗 是你的船吗 你不会是 真的假的 你不会是 失踪之后穿越过来的 X吧 这是二月七号 十一点下的通告 下面有个词叫做 我不能的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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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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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也是 我也有问题 我这也有一个 大波浪知道了 大锅头鞋 不是不可能是我们几个 不可能 我刚才那个在他那个垃圾袋里边 一个红色带子里 这是全部的证据 这个是那个什么砖钉皮鞋 和砖钉自行车的 是你的 是搞我的是吧 其实我的运气特别不好 我感觉有人在搞我 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的鞋子跟我的 自行车一起搞坏的 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 也是有人要嫁祸 把这些真的的东西 贴在我那个上面 当时的这个样品 是有人把我骗了 害得我去把这个样品买回来了 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有人在诬陷你 丁达卡 他已经收到了这一签 你是付款人 而且他也有这个回值 说明你给的他就是一千 他本来要报的是一千块钱 但是我也不小心就 多给他算这个零 我给他报了一万 就算错账了 然后要不回这笔钱 八姐 就有人让你以为你给了一万 就让你要承担公司的损失 其实我们都被搞了吗 你这个垃圾松哪拿的呢 哎呀其实本来是做好事不留名 我不想说这个事 但我现在必须得把它说了 说吧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用我的手段来帮你们 因为我们公司他为了保证我们公司在行业内一直出的这个顶尖的状态 所以他用这个制度弄得你不得不卷 压榨我们 我看着你们还在痴迷不悟 所以我心疼你们 我写信给你们 你们都没拆 对吧 所以我后来我第一个帮的就是他 因为他呢 咱都知道 每天就不是去考证 就是在考证的路上 那你太厉害了 各种各样的证 全部基本上考完了 太卷了 所以我那天其实是在周四上午 我就趁着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给他偷了 偷了之后呢 我就拿回去模仿了他的笔记 把你的那个底单整个我都给你改了 本来是以前我给他改成了一万 你怎么帮我了呢 我就想造成你自己失误 多发钱给人家 你作为一个财务 这是你的重大失误 你这样的话 你的公司就待不下去 肯定公司要把你开了 开了之后 你就轻松了 什么鬼逻辑啊 完了小贺更是 更是如此 他原来骑着自行车 他能跑十公里 他穿着鞋 给他帮人客户去接孩子啊这些 跟人客户就拉紧关系 太远了 所以我把你自行车的车胎给你 扎了 我还把他的那个鞋上面给他钉上钉子 就是不希望你再出去到处跑 你这理由 你也是一样的 那个白买 我也希望你被开掉 跟我玩这一套 对 我也希望你被优化了 然后呢 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一起 在楼底上 躺在躺椅上 看心事 看心事 我确实是想做好事 你这个表面说不为人家好 实际上在害人家 你知道吗 做的事情都不是啥好事 他的逻辑是让我们别卷了 就是因为公司里边都是卷王死的 我当时一看 这个卷王真的不能再当 你们如果三下这么卷下去 你们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你这个本刚才我们没看 这本里边 这是托尼 送给托马斯的本子吗 你见过这个本对不对 我见过 我这个是在托马斯 托马斯办公室 然后你给他拿走了 因为公司里边 周三周四的时候 死人了 入役学期死人了 死人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事部门 他那可能小报告是最多的 我心想能不能 找点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我得借着打扫 我就到他办公室那去了 结果后来我发现 他柜子全都锁了 全锁得结结实实的 结果我没想到 他那个柜子 我从底下很顺当地 就把他那个把 给他拆下来 抽开 抽开了之后 就发现了这个玩意 他里边有内容的 明天是周六了 只剩两天了 不如找个机会 把剩下的卷王一次性解决 这个第一张是我 周六晚上你完了 就是我们那个勾立度 喝 死亡禀计 等一下 看看就是看看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 好像应该还有个问题 就是明天是周六了 只剩两天了 不如找个机会 把剩下的卷王一次性解决吗 那就是周日之前 他要把我们搞死 因为明天是周六 只剩两天了 两天之内我杀你 我周六周日杀都可以 但是这个周日是个节点 他为什么要在周日之前杀 这是一个疑问吗 还有一个点 其实医生没问 你去冰库干啥呢 看来只能明天上午九点 趁冷库开门的时候 抓紧去把我的工牌找回来 我第二天就去了那个冷库 好巧不巧老王去了 我就认为是老王写的这个纸 是老王杀这三个人 另外一个人也进去了 那就是托马斯 我其实当时我是想确认一下 托马斯 他是不是这个卷王终结者 我就是看了这个 我就想 应该在明天早上九点之前 就能确定 托马斯究竟是不是 我在里边等 然后我就看见托马斯来了 来了之后就把这工牌捡走了 我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 就全定是他 他就是卷王终结者 所以我得赶紧阻止他 他想想让他保我们 就想让他弄死他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到 那个我们的办公区域去看看 可以 好不好 也分别看看你们桌上 这些小杀手们 还有没有什么证据 是要杀手 走呗 走 来到我们 推忙活卖帽公事 啊 这牙齿来 来三二一 啥也没有啊 我们一起上二楼 忙活八卷 那这不是咱们几个吗 对 那饼是 哦 饼报告 饼一家 这是你的工位对吗 哦 我的 每个月最爱的那个 每个月啊 工资 你工资多少钱啊 四位数 哪有四位数这么多 那我也没有 我五位数 我真没骗你 你有小数点吧 你五位数 小 x 行 我们暂时先把这个放在这啊 走吧 那第一间办公室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办公位了 好 我的采购部 好 大家有什么想进来看看的吗 有 好 好 哎呀 这个我最爱玩了 能套上去吗 加油 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平时出去给大家选的一些品 太幼稚了 你吓我一跳 这里边很可疑哦 这里面有假屏啊 你打开他 这一看里边这东西 因为两层纸 这啥东西我这个打开别别 我这是拆着玩 你们一般里边啥也没有觉得我很蠢 把他给我打开 有有有啥你完了 你完了我真是笑了 哈哈哈哈我真是笑了 没事了没事了 突然间就没事了小 x 啊没事了没事 一瞬间觉得啊 也没有什么可疑的 小 x 哼你等着呢 哼 我必须把你揪出来今天 哈哈你不是凶手我也让你变成凶手 没错我就是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小 x 而且我选了你小 x 咱俩就主打一个同归于尽吧 哈哈你们给我好好搜 一定要搜出点问题来 兄弟们给我搜 哎这个也是证据 你完了白买 来 证据 等你们回来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最好的事 等你们回来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等你们回来我一定要让你们过这最好的生活 等你们回来我一定要让你们过这最好的生活 谁是你在等谁啊 谁是你在等谁啊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什么关系 你要交代万一你等的是那船上的那几个什么大波浪呢 会不会要被帮你 你专壮 你的 pneus 当你不让我把这的收补 你瘦子 不要把这些机会 但是你也要把这两个手机放进 然后你把这个机构 然后我把这一项与那个手机放进 可以让我把这一项给大家 我对大家 你 你为什么要对你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每做完一个业绩 然后我就把石头拿出来 然后就等于说 也是在提醒自己 要赚我那个目标的钱 我激励我自己 他们肯定一定会回来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小条 推忙活修理工 继续检查了 没有故障 这啥意思 因为我是采购部 我跟主要就是 主持人在外面的人 都要有联系 这个传军机 是周前还挺好的 它突然又不能弄好 我就找公司的维修来修 而公司的维修人说 这个传军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就是接收不到 任何的有关已经信息了 所以我也很好奇 这个机器到底是咋回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找一点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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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什么时候出来大家 大家 你去了吗 我去了 去了是吧 我当然去了 明白了 凶手凶手 我告诉你 你注意点 他这个屋应该没啥了 朋友们 没啥了 够 这是业务部 哎 就是这个爱选才会赢表演演出服 十二点我们把这个搬过来之后 我们就出门了 对我们两个人被邀请去看贺岛的一个片 叫叫赫然回首吗 出门之后 四十五看完回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十二点 到十二点四十五这个期间 有人动过这个演出服里的衣服 有人往里撒了推黑药 推黑药 嗯 对 而且有一个点啊 就是我们两个出门的时候 白买和赫克福都还在办公室 我们四十五回来的时候 你们俩已经不在了 你们去哪儿了 小朋友 嗯 刚才在我那边也没有看到一个 我去义具店的单子 那 你呢 我去修眉毛了 你修眉毛了 对 为了你会晒一点 我就修了个眉毛 八字眉啊 对 八字眉修眉店 哦 你看 把谁给烧了 不是这是我 哭的 哭的 因为我的眼泪一直 滴在照片上 近视张照片就模糊了 这张照片呢 是我跟我爸爸的合影 对 他呢 是上周日 突然失踪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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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们在搜索还有没有 别的东西呗 发音盒啊 这是宁保安的柜子 发音盒啊 这两本书五体 冷血高效 漫画家八弟 神秘玩家 对 SSス 中在褒标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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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зам rhyme 八音和会 为什么遇到八音和会响歌 因为你摇了它 它就出歌了 走 锁呀 财务部 到了八姐的地方 到了八姐的规矩就是规矩 财务部和小心点 财务部和小心点 来 这两个写的什么东西这是 这也是锁上的 锁上全部是英文字 是英文字 加点加点七九八六一三六七四 什么意思这是 你们解释一下 你自己猜 自己猜 它就是密码 这你说 我办公室里的密码 不能随便说 里边全是钱 这有规律 你看这三加三点三 这是前面加了个三 计算器 哦 拿计算器来 这么多计算器 一人拿一个 一人拿一个 这怎么算 它这个数字怎么能算出来 一个英文呢 绚合 你说你猜 пять了 我在看谁最聪明 Barrick mex 你要�weet 将中共很爱 板 你看看 wheels 这只双手 按脸 扯看 安娜 我都告诉你安娜 哦音符 音符吗 音符 爱丽丝 爱丽丝 哦 爱丽丝 是爱丽丝 哎呦工资表 行了这里边一个工资表 谢谢你的提醒马姐 哈哈 真棒马姐 托马斯的基本工资一个月二百五 百买你咋那么高呢 你二百二十二块二毛二 对啊 我很赚钱的呀 硬团长才两百 八姐一百八十八块八毛八 这些不重要 需要看最后一个 赫克福南 基本公司零元 金贴 回来又十块钱也没了 给你九毛九 你这也太苛刻了吧 这张有什么意义呢 你记不记得他那个 每个月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开公司吧 你工资多少钱啊 六十块三毛三 行 他现在房间里找到什么东西 只有这一样 打开我的密码 走走走 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的话 下一个 我们在这儿拍一拍一拍 我是六十块三毛三 六零三三 六零三三 本周无可奈何区域上方 持续有雷暴 我家里边最亲的那个人 那天走了之后 我就一直找他 就找不着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静航 所以我过不了不可奈何 这是什么东西 这盒打不开 你打不开你拿回去干嘛 想隐藏什么 别别别别 开玩笑 我们节目不能这样 啊我们节目不能这样吗 只有你能这样 哎 他什么东西卡住了吗 不是拿这个锤一锤 神暴力我真的开了 我的妈呀 他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扣一个 啊 我念底下这两个东西啊 是吗 周六上午十点半 众人在八姐的房间报销 贺生气推门离开 白买被门撞到头 啊 王卷王踩到香蕉皮滑岛 这谁写的 来 周六下午一点 公司的八周年庆 在溜冰场举办 表演完爱卷才会赢 和学猫叫之后 六个员工分两组玩了 是 斗鸡游戏 白买 王卷王 赫克福一组 组名 白赫王 白买 王卷王 赫克福 你对 白赫王 您船长 柯里度和八姐一组 组名是 柯巴宁 柯里度八姐 您船长一组 就我们就就就叫 柯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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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 我用右手和八姐的右手握了手 他的右手上还有一点粉 因为他一直在活动现场是酸奶哥的 我还用左手拍了拍宁船长的肩膀 他的黑底亮银演出服真帅气 然后我拍拍手招呼所有人做好 谁啊 这是托马斯写的呀 他是托马斯写的呀 他抓了我的手也拍了你的衣服 托马斯在当场死的呀 这什么东西这是 这哪来的 都是豆腐在托马斯办公室拿到的 啊 这也是呢 对 对 他为什么可以预判未来呢 他之前如果他是他之前写的的话 他怎么知道我们下午怎么分组呢 都是我们即兴起的名字 对啊 他这上面写的是周六的事 那意思托马斯能预知未来呀 对啊只有预知未来这一个解释 等一下是什么意思 那还是在一个游戏里对吧 我们是MGC 我们已经反复在玩这个游戏了 所以托马斯他才会这么清楚的知道 这一天在哪个时间点这个人都干了些什么 因为他已经活过这一遍无数次了 对 无限流啊 我们在一个游戏里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事实 所以杀掉托马斯来终结这件事情 哇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嗯 哎 或者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凶手看到了这个字条 他就知道 啊托马斯明天会这么这么这么干 我就直接把这些事情哪些地方他拍了谁安排好 他就自然就死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 杀手是看过这个东西的 对一定的 就是你 不可能啊 当时就打不开我就拿回来就锁这呢 那我们现在就剩托马斯的办公室还没有看过 因为那个门锁住了嘛 而且有两把锁 喂 公司有人吗 有啊 有 你们在哪啊 二楼 快下来给你们看个新鲜的玩意儿 新鲜的玩意儿 嗨 各位 我们刚刚从总部回来 托马斯去世的消息呢 托尼已经告诉总部了 总部还在处理 然后这个 就是托马斯在推陈刚刚订购的 全自动绷带机 他进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想知道 绷带里面可能藏着他的秘密吧 先来吧 站着哈 来来来近点 来来来来 没事 准备好了你们就说开始转 不是这样 你先把脸往那边 又一会儿再滚一块去了 这样我们总部呢还有点事情 我们先回 好的 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 来吧八姐 好 转 我 快 保护一下发情 没事没事 我先给你挡上点 我给你后边给你挡上点 这么紧啊 哇 我帮你这边挡上去 对对对对 像你查一下 这木乃伊 不行啊 这很难呼吸 不会吧 呼吸还是能呼吸的 来了 来了 快去 零三二一四零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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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在这儿 不是不是 什么零九一啊 一九零四一二三零 能退下来吗 可以 走了 一九零四一二三零 对 你去开一个 八姐 好 说马斯 推毛和最比的King 等一下 这动作 噓 是不是这个意思 舔手嘛 就是喜欢 就喜欢吃手 我们 推 然后这个就被凶手看到 凶手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 通过我们两位侦探呢 检测尸体 发现尸体的双手均有毒素反应 他自己在这边翻那个毒的时候 他一直在这样 这两样一定是来自于外界 杀他 搞他 好 哪个是一九零四啊 这是第一个一九零四 这是一二三零 好了 开了 哦哦哦哦 哦 单单 哎 哇 哇 哇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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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过恐怖游轮没 看过 看过 就是一个轮回 无限循环 对啊 原代码恐怖游轮 吐波鼠之日 这三个都是无限流的电影 讲无限流的是吧 哦 原代码是就是改变那个 火车上无限的循环 恐怖游轮 哦 他都是无限循环 对 他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存在于游戏当中 那谁是轮回的主角呢 托马斯吗 托马斯 不是 是爱人的那个人才会是轮回的主角 这上面 托马斯 您的整个时钟已经按照您的要求至期刷西四天才能凝固别沾上游戏了 都已经周六过了 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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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姜茜茜 用这个指针去拧一下分比 零点 九点六三七点 圈玩丹 够得着吗 你说我们节目找了三个一瓶酒的来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啥都够不到 下次得找两米五的来 第一个是 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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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 九点 九点 六点 六点 三点 三点 然后七点 七点 哦 哦 压开了 哦 来 念一下朋友们啊 有执念之人 将带来循环 解决执念之人就可以解决循环 关键是这个符号 是 是 是 今天看到了一个戴着鸟嘴面具的怪人 他身上掉下来了这张纸 循环是什么意思 他在找的关键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个 这里面应该有三个人 你说 你看他这个 他身上掉下这张纸 说明这张纸 是这个第一个戴着鸟嘴面具人掉的 第二个写红字的主观人 我觉得应该是托马斯 然后鸟嘴的面具人呢 他还要去解决掉一个叫有执念之人 找到执念人把他干掉 他才能结束循环 看看下一个地 我想起来了 半年前我听以凤诚说 在他最爱去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神奇符号 我在那里果然找到了 当我看到就是刚才那个符号的时候 如同打开了一个开关一样 所有记忆全部涌入 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经历都在循环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 第四次第四次循环 是他的记忆每次都不清零吗 等于说那个知道自己循环 托马斯 对 下一个地 每次循环所有东西都清零重来了 这星期我真的过腻了 这个周六我又要组织八周年了 这个 我又要组一直在这个八周年 对 我再也不想过这个周了 我必须要到 要找到解除循环的方法 应该是明天周日是一个循环的节点嘛 所以在明天之前周日之前 他要找到这个破解 执念之人 破解循环的方法嘛 那破解循环的方法呢 干掉执念之人 对 解决执念之人嘛 他才能跳脱这个循环 对 下一位 那这不是咱们几个吗 来 等会儿 后面还有字 终于找到这个符号的意义了 原来是卷王的标志 卷代表了这些一直在公司 卷生卷死的卷王们对工作的执念 而正是他们对工作的执念 造就了循环 解决执念之人就能停止循环 我要成为卷王终结者 杀光公司所有卷王 可是 我并不知道杀死谁才能停止循环 干脆都杀了吧 托马斯想杀掉我们的原因 是他想找到那个执念人 所以他只能把人全部杀掉 对 不如找个机会 把剩下的卷王一次性解决 这个第一仗是我 就是我们那个勾力度 赫 不过我必须把他们的死伪装成意外 利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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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一直在公司卷生卷死的卷王们对工作的执念造就了循环 我要成为卷王终结者杀光公司所有卷王 又来了吧 还有 我每次有事我就先把包拿上 里面包里有什么东西 哎 你们都不怕了 进来 上里边 现在来谁我们就抓谁了啊 啊啊啊啊啊 你干嘛啊宁哥 你不是说来谁抓谁吗 别吓我们 啊啊啊啊啊 谁啊 这东西 哎呦我天呐 太吓人了 张力克 谁 没事 没事 那有没有人 那有个人 他带着牛饼面具 对 这啥声音 弹珠 怎么了 杂说哥 你说动了就动 没有 我们动不了些 等灯亮我们才能动 你前面有一个脸 那个鸟脸是什么东西 不是 抬东西下来了 刚刚 对 门口刚那个人给地上扔了几个东西 弹珠 在这 我这儿有一颗 我这儿也有一颗 我这儿有两颗 你谁啊 小心我反手衣服 我知道这个人 不是刚来那人是谁啊 刚才那个人戴着鸟嘴面具 鸟嘴人呗 那有可能他就是真正的那个 凶手 也不是真正的凶手 他就是可能 想留在这里的那个人 他也是陷在循环里的一个人吗 走 我们去案发现场看一下 行吗 看看还有什么遗留的线索 看看这里边还有什么遗留的线索 这什么遗留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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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刚刚有的吗 有都有 都有 我来啦 往上看一下 在柜子里边 那底下有个垃圾桶 它在垃圾桶里有什么 哦 什么东西 哦 推黑药 推白药 两瓶药 用过的 用过的 没了 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还有什么 八截 拼 倒出来 这个拼可就 要花点时间了 不是吧 拼这个 这个撕的也太碎了吧 这个能拼出来吗 这个拼出来的绝对是高手 太碎了这个 这个好多 白的不拿 没字的不拿 没字的不要 没忍住是吗 想呼吸一下 我的脖子 对不对 你们两个说凶手下药的 在办公室 对吧 现在药又到这了 啥意思 你们两个说凶手下药的 凶手故意坐在这下完药 把它拿过来的 这里有个赶紧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希望这一切都能够 顺利 为什么是我 到底怎么 希望能够快一点 走吧是吧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能够 那凶手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凶手为什么会这么多疑问 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集中的讨论一下吧 好难啊今天 怎么这么难啊 展开说说 你觉得哪难吗 让我们大家也都难一难 不是你们搞得好像 你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一样 这么轻松 你肯定知道吧 听什么我知道 天红娘咬一会呗 当然可以了 咬吗咬一下 得好好咬一下 不然今天这个事根本扯不清楚 对对现在得咬 咱们顺一下整个 这个案件吗 对吧 假如这个托马斯 他是一个 在循环之内的人 他在办公室写了那个纸条 意味着今天会发生什么 也就是凶手看到了那个纸条之后 知道他今天会跟他握手拍我肩膀 所以利用了这种东西在两处涂了黑白药和推黑药吗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盘的就是 把这个东西缩小 就是在12.05到12.45在40分钟之内 谁把这个药粉撒到了我的衣服上 每一个人可以交代一下自己在那一段时间的 去向或者动向 从那个我们我们张铃鹤来 嗯12点05到12点半 我当时在办公室 12点半我去修了个眉毛 12点半修眉毛去了 对之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去 谁能证明你在办公室呢 没人在办公室了 你去看电影了他去看电影了吗 好的 呃12点看到你们俩带着箱子上来 12点25我上周六就约好的 今天的要去那个 去那个鱼具店 鱼鱼 你对宁贵姓鱼具店 12点55直接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b 点钟咱们这开始的 嗯 啊 有问题说 我是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三十五都在托马斯的办公室打扫卫生 然后十二点三十五以后呢 我就去理发室了 我离开托马斯办公室的时候 巴姐在 其他人都不在 来 巴姐 那你 十点半的时候就开始大家来报销 我跟后克福说实习生没有报销额度 他就生气地离开了 王卷王在门外滑倒了 白被门撞到了头 然后十二点三十五的时候 我看到王卷王从托马斯的办公室出来以后 我就去了那个科技科达亚的宠物店 去看一只我之前救助过的流浪猫 就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咱们办公区的 对 就按你们现在每个人说的这个时间来看 这个老白十二点二十五 是咱们所有人里面啊第一个走的 嗯对十二点二十五去鱼具店 他有一个鱼具证明没错 然后他走的时候咱谁都看不见 那咋的你们走的时候还能看见我在里边吗 他俩就能碰上呀 就是我们一次中间有人能碰上的 单纯的说明一下这个点啊 你走的时候没人看见你走了啊是是是啊 然后到了第二个办公室 喝第二个走的十二点半他就走了 然后到了八和王 你看他十二点三十五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眼对眼对了对对都看见了 看见他走 然后他也看他在这 那如果说他三十五真的去了理发店 并且是三十五去理发店 再没回来过的时候 三十五到四十五这个作案时间 就只有八在这个办公室了 哎我忽略一点我跟您是十二点零五走的 对吧十二点零五了就走了 这个时候这二十五分钟喝单独在这房子 对呀 他也完全可以做 完全可以啊 嗯 还有一个问题啊 十二点零五分的时候知道这个衣服 放到这个办公室的只有喝 你不知道吗 我看到他们抱着箱子进去 但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箱子 我是完全看见没看见的啊 八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喝我为什么我又怀疑他呢 没错那二十五分钟我没得解释 我就是在办公室 那你这样我给你个机会 那你这样我给你个机会 你找个理由 没错那二十五分钟我没得解释 证明你不是你做的案 证明我不我为什么要证明我不是我做的 本来就我没有干这事 我刚刚早就说了 为什么凶手如果真的要在办公室下毒 还要把药品放到这儿来 那是我提出来的 你们两个说凶手下药的 在办公室对吧 那现在药又到这儿来啥意思 那我二十五分钟没法解释 我确实只有在办公室 一直待在办公室 三十分我怎么说的没 首先咱们把一个逻辑理清楚 凶手一定是首先他知道整个这个循环的事 而且他是看了托马斯的整个写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很清楚在这一个时间点托马斯要怎么做 那么他一定是利用了这个去上这个读的 嗯 有两个上毒的时间 你光完成衣服上是不行的 你这儿还有一个吃的那个东西是一直在这儿的 那么他几点来的这儿也是很关键的 等于你的意思是在我们没有来之前 凶手就来了一趟这儿 因为酸奶里边这个毒它必须是提前要下的 对是没问题 所以他这个瓶子出现在这儿我觉得不奇怪 他一定是先在衣服上下了一个毒以后 拿着这个瓶子到这儿下完毒再把瓶子统一扔在这儿的 然后再出去跟我们一起进的这个地方 对 从整个时间他应该是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 嗯 我现在想另外一个点 这跟时间之间都没关系 是谁最有可能发现他能预知未来的这个事 我就现在就要说这个是吧 这那个他预知的那个东西不在你那儿吗 我只是拿到了这个盒子但我没打开呀 我打不开呀 这个盒子里边究竟是什么秘密我不知道 拿回来之后我一直打不开 打不开之后我就没办法 当时招几帮花就把它锁在那儿了 他盒是从托马斯办公室拿出来的吗 对就是这个凶手进入了那个办公室 发现了这所有的秘密 利用循环这个秘密来杀人吗 你的意思是 凶手必须得看过小盒的东西 也得看过他柜子里的东西 当然 首先我要看到他柜子里的东西 我才能产生杀他的动机 再次我要看到小盒里的东西 我才知道怎么杀他 你明白这个逻辑吗 托马斯他办公室他们都去过 你想他是进过的吗 他也进过的吗 他俩捡过那张抽屉里的那张纸吗 周六晚上你完了 好客服他没有资格进办公室 但可以偷偷溜进去 这是都是可以进去的吗 我没去吧 刚才有一张纸里上写的是啥呢 他是这么写的 于是我用我的右手握了巴姐的右手 他的右手上还有一点粉 因为他一直在活动现场是酸奶疙瘩 他知道他的手上有粉 所以说是真凶 他知道我吃过那个酸奶疙瘩 就是想让他做成意外 对意外 周六上午十点半 是一个众人在巴姐的房间报销 对 贺声器推门离开 百买被门撞到头 王卷王踩到香蕉皮滑倒 对 这不就是今天上午的事 是今天上午的事 按发前的事 我认为哈 三个都是意外实践 刚刚说了轮回 那如果凶手是 就是轮回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那他一定会知道 下面这个时间点意外会发生 我们会摔 对 那这三个意外实践 代表着什么 不在他控制之内 对 你说的没错 就唯一是他是没有 这个预测的 可能他看过这个东西之后 提前就避免了这个事的发生 你的猫头直接指向了他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点 刚才有一个人 他丢下了好多的棋子 鸟人 对 可能我们都是他的玩伴 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 这里面就有他的未婚妻 和他的表弟 还是表哥 我的那个女孩 跟我的表哥 突然不见了 还有你丢失的那个小孩 我家里边最亲的那个人 那天走了之后 我就一直找他 就找不着 我爸爸是上周日 突然失踪了 这个鸟人 他就创造了这个 循环的这个游戏 就是他创造了这个 无限流 因为他有在我们 所有人都死掉之前 拯救我们 凶手就是鸟人是吧 对啊 但我们刚才看了那个鸟人呢 凶手就是鸟人呢 凶手就是鸟人的 鸟人就是我们局的一个 对啊 如果凶手是鸟人的话 那鸟人怎么能同时 跟咱们出现在那呢 他出现在你身后 你觉得我是鸟人呢 那所以你现在怀疑的对象就是我 嗯 我是杀手 嗯 杀了托马斯的人 嗯 你是看到 你是看到啥了 那种啥信息啊 你这突然一下整个我们 你给我们 整整懵了 可以再去一趟吧 你去办公室是吗 可以 他办公室就有一个 一定要细节决定成败的一个鸟的符号 我们每一个人办公室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画符 包括他其实有很多关于 小鸟的一些小玩具挂在那里 到处都是鸟啊 好的 对 他就他就是大胆设定 对 只是想嘛 你在那一刻离我们平原 因为你老喜欢离我们平原 哈哈 没错 我招了 我是鸟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直觉很恐怖 是一个很新的脑洞 他的直觉他直接非常恐怖 我只是把我现在我能想到的东西说出来而已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还原 说你在这个时候怎么怎么着了 这个真的是有点 不是 我觉得没有确准 非常非常让我觉得他的可能性非常大的一个确凿的证据 嗯 阿柯来来给咱来分析分析 这我呀 嗯 嗯 没什么思绪啊 你在说话之前你瞅他一眼是啥意思 我瞅没了 瞅贺 他针对我的 别理他没事 我没有针对他 你说 你就听听你的想法 说两句我想听你说话今天 我也想听他说他不说他现在 你咋的 你今天当个X你就这样吗 我现在不是X 你这不像一个推探的样子呀 你们干嘛把毛头都指向我现在 没有把毛头指向你 我们不就是想听你发言呢 嗯 你俩比老对视 你俩老对视老觉得是 凶屎和X 哈哈哈 反正最后环节了吗 就我我目前我个人的思路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情意可能相对大一点 是因为他的做案时间太过充足 现场这个做的做案时间你们每个人也都有 白哥25走了之后 可以八王 三十五走之后也能来这弄 因为你已经有毒药了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所以其实八和王的做案时间都只有十分钟 但是他自己有二十五分钟 行吧那我们再想一想一会过来投票吧 哎呀那周亮 今天哪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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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毒震沙·四公》 他是有进入托马斯房间的机会 而且从托马斯那边的纸条上得知 托马斯的一系列行为都在王卷王的了解当中 我投的真凶人选是百买 因为我觉得说他为了循环 想要救下所珍惜之人 有可能他是这个游戏的制造者 他制造出这个游戏 然后无数次进入到 案发事件阻止事件发生 所以我投给了白买 真凶人选 我一直在两个人之间徘徊 一个是我从一开始就怀疑的赫克福 还有一个是白买 显一发一共有四位 每个人杀人动机呢 白买应该是发现了 托马斯应该要杀他 所以他先下手为强 包括巴姐的动机也是如此 王卷王呢 也是看到了这个整个 他所有的作案流程 包括他之前杀的三个人 所以他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保护自己 赫克福呢 是因为王卷王对他有恩 所以他的杀人动机 就是要保护王卷王和他自己 所以他们四个都是有充足的一个杀人动机的 最后我把凶手锁定为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做假设 就是凶手的杀人动机只能产生于 他看到托马斯写的这个轮回报告了 我们在托马斯的办公室 找到这个轮回报告 是他在这个机关柜子里面找到的 这个机关柜子当时应该是通过 墙上的这个时钟来打开的 钟下面贴着一个字条 四天时间才能够凝固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遍 我回到托的办公室里面 看到这个钟的周围 其实是没有很明显的破坏痕迹的 所以就代表 他推翻了我之前的假设 就是说这个凶手 他不需要知道托马斯 要杀掉每一个人的这件事情 才产生动机杀他 他只得知了托马斯在周六的这个路线的话 那么满足他杀人动机条件的 就是由我们初轮的杀人动机了 我今天莫名其妙有点紧张 我也是 不知道为啥 今天 我感觉凶手迎面太大了 今天有点难 今天的案件比较难 现在公布各位玩家的投票结果 获得零票的玩家是 八姐 八姐 不能吧 居然有人偷我呀 那就是坏人偷的 却可能就能不能 听到有点宽敞 我以为你会对陌营就成为可乐 在盛夏的发力信念 王权王民 和我们的军中 是一种 高兴 跟他 是 3215 那肯定赢不了 这个赢不了了 基本没戏了估计 说吧 获得三票的玩家是 看到我好紧张的快点 他就是 说什么了 说吧 说吧 赫克福 回了 赫克福究竟是不是 本案的真凶呢 现在宣布 本案所凶 失败 哎我就说 失败 哎我就说 我就说 啊 啊 我就说是他吗 为什么是谁 白买 哎 啊 现在公布 本案真凶 本案的真凶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 本案的真凶 将由 x 来宣布 本案存在 x 存在 x 你这个小子啊 哎呦 可以今天啊玩的不错 这些小子还是什么 说 来宣布 然后 去 看看 我 来宣布 我到家的 你去 去 你去 按照 去 看 去 患 去 去 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连当三期了 可能大家认为我连续三期的这个概率 可能不是特别高 所以呢 就不会猜我是X了 所以这一次我可以 稍稍微微隐藏一下 现在请应船长公布 本案的真凶 哎我就服了 谁呀 对不起 我 我 杰薯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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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我 我不 我 我是 你 我 我 我 嗯 嗯 争羞票数低于其他闲人票数 本案真凶于X获胜 成让成让 都给我输 哇 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的感觉太对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投他 是我没投 这谁投的他 你投的他是吧 我投的他 为什么要投你的老王哥 因为他给送了个BB机 把义父给投 你把义父给投出去了 完了 上两期 我爱慕的人我投了他两次 我的义父投了一次 你俩塑料感情吧 我俩互投的 他投你的吧 我就是觉得这个设定有点怪怪的 现在将公布 本案的关键 进行证据 为买这种 写特上公布 这是红线文剧场 kick out 起ats 最后 会发现一张面前剧 上两这个 看起来 看起来 打个 CJV 这次 不能再 赵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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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看这儿多美 今天的心情还不错 好棒 来来来给你们烤点肉 还有烧烤呢 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还有煲仔饭呢 今天就放放松松的 在这儿吃吃喝喝玩玩 享受享受生活 白哥来点 我尝过 你加料了吗 加了 你尝一下 当我只加了辣 咸吗 不咸 刚好 来给我来个 有有有 真好吃 哇 哦 嗯 可以 这个感觉 好喝好喝好喝 啊 哎我们干一杯吧 要不来 那个周年庆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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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周年庆 这么开心过吧 是的 那儿准备了烟花 可以搞搞气氛 一起来一起来啊 来打火机 来 来了啊 好 来 来来来点点点点点 点 我好害怕 好厉害啊 哇 哇 好厉害啊 好漂亮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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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吧 太美了 你给我们准备了吗 你看看 全是老黄头给你们安排的 还有呢 还有 好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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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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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卷的人和卷的原因 为了让女友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拼命挣钱的百买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的巴结 为了能转正让父亲看到自己有担当的贺客服等等 当下很多人都在卷 除了用人单位小环境里的KPI考核制度之外 还有行业竞争大环境的影响 以及来自于我们自身和我们身边人的期许 我们很难随心所欲的做到反卷 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过度内卷 无效内卷 在本期故事中 百买和巴结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即自以为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如果被揭露 将导致自己被行业笑话 甚至前途禁毁 于是 他们想对知情人杀人灭口 其实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如果犯了错 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和解决 而不是用一连串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 甚至触犯法律的底线 比如 用人单位在什么时候 才能以劳动者有过错为由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呢 一般来说 用人单位只有在劳动者存在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等 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劳动合同法第39条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而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更多的可能是面临考评降级 赔偿单位经济损失 而且根据相关规定 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工资扣除 但每月扣除比例 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 还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所以对于劳动者的正常生活来说 并不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但是如果一旦采用拆东墙 补西墙甚至杀人灭口的方式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就会造成更大的责任 这个时候就不是丢人丢工作丢前途 那么简单的事了 就要解本公司的4444号船进入无可奈何之后 遭遇风暴彻底失联 船体及全员下落不明 千万不要打开 打开它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磨盒 大红铁 李大夫 所有的人都是已经失联的人 中担了 我小时候确实遇到过小男孩 完了 这咱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我们几个互不相认的 相亲相一家人 还能碰到今天这儿 我们一定是来自不同时空的 在执念者开启仪式后 都会进入整天 成功了 快快快快快快快 她比你小力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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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每个国家都不会赔开 至少学军 好像讧练 玩慄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把音和响起 同的解媒这道情 隐藏着双重身 和谁冲到我底 低声与风声 和力孤弄着喧嘘 下一秒迷剧过谜底 真相的全部已清晰 白发各位玩家 开始推理吧 一起联手救出他 狐狸尾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